那现在看得出来这个双方包括这个民进党跟民众党之间的炮火 那这个民进党就来炮轰柯文哲啊 惯性说谎庆祝难输等等 所以看到现在民进党呢 这个群企在反击柯文哲感觉是不是也很担心蓝白真的会合呢 不过讲到蓝白的部分呢 当然现在也还是有些僵局的 基层非常的担心啦 会影响到这个立委的选情 那政官董事长赵浩康呢也抛出了国民党 他应该要接受一下全民调的方式 但是呢阻隔权是由国民党以及侯友宜来决定的 那柯文哲态度放软 要来回应说六成多的选民都希望可以政党轮替 所以呢像我刚刚说的 他有说民众党不会滚蚀旁去 那国民党还是主力 野松口最近有跟朱立伦跟侯友宜见过面 好党主席朱立伦也证实说 在本周已经有跟柯文哲见面了 主要是来讨论选前 如何来成立政党联盟或者是选举联盟 到高雄美农体验采野连 后已再端出三大义工政策 晚间赶场台中万人适事大会上 跟燕子秃子和体同台要冲刺蓝营选票 基层却有这层隐忧 被赖清德笑说蓝白河演太久 赵浩康点名侯柯朱直球对决 但现在蓝白河似乎有了曙光 应该下个礼拜我们就陆陆续续会针对这些题目 开始提出 还有一点啦 政治上本来我们也非常清楚 我们本来就不会整碗旁去 当然如果跟国民党合作 当然国民党还是还是主力 人还是比我们多 这我们也知道 那你说跟猪跟猴见面 这都有啦 柯文哲身为主帅态度放软 因为政党轮替是多达六成选民的期望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最新民调 过半民众不乐见 民进党继续执政 跟前期相比 民进党等同在五个月 流失了一百三十万人支持 增加一百二十万新的敌对者 蓝白两党都有政党轮替共事 柯文哲也坦言 已经跟猴友怡朱一轮碰过面 两方主将猴柯是否亲自谈合作 传出最快下礼拜三二十五号就有结果 在政治理念 在沟通的方式上 我们一定会做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并肩作战 让政党轮替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礼拜见面主要就是针对于 有关选前如何来成为一个 我们叫政党联盟 然后选后共同能够变成一个执政联盟 希望侯市长跟柯市长两位老朋友 最近可以坐下来再谈一谈 赵超康再度建议国民党要接受全民调 但不管谁出现 组合权都交给国民党跟侯友怡 是为了要能赢得选举才要合作 如果合作也不能赢得选举 有合作干什么 但是我发现国民党是这样 他好像不是要赢得选举 他只是要赢过柯文哲 可是你赢过柯文哲没有用 你选举还是 那个在大选的时候还是不会赢 所以毕竟他想办法怎么找出一个 胜选纪律最高的组合 判判在玩什么 他在玩谈判技巧 一直要把谈判不利的因素 全部归注于国民党 蓝白河能否达政除了顺义民意之外 还要放下个人意志 达成全民共识 好 周绍康建议国民党可以接受 民众党提出的全民调 来决定总统人选 但是不论民调谁赢 他认为组合权都是在国民党 跟侯友手上才对 那么对此侯友 在上午出席活动受访时 他也做出了回应 谢谢大家关心 我跟国民党 都会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络 市长 你觉得国民党 可以缺席这次2024的总统战吗 国民党 一定要团结在一起 不要团结所有在野力量 往前走 他说他闭如说 克文哲希望是跟这个蓝银合作 那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有会面 那聊了什么 另外双方是谁先约谁见面 那之前呢 其实郭台银也说 国民党没有要赢的决心呢 上 当时我们都有默契不对外说 那 柯市长也没有说相关的内容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便说了 还会发生 还会发生 其实党中央那边有声音 其实不一定要民主初选 修改式的话 手机比例也行 是党中央跟投办的意见有分析吗 党中央跟我们的刑办的步调 在这一次的方法 都是以这些的 柯文哲说赖清德去拜访他的时候 板凳只敢做三分之一 后来改口是开玩笑 那么赖清德说 自己从来没有拜访他 说交情并没有这么好 日前我召开记者会 那么记者用柯文哲主席的话来问我 所以我特别有还原事实 但很可惜 柯文哲市长没有办法提出 他自己说的 我曾经登门拜访的时间跟地点 不但没有表达歉意 也没有澄清的诚意 令人相当的遗憾 他甚至又提出了 我是有好几次 见面的时候把他拉到小房间去讲 那我要再次强调 特别是在总统竞选期间 每一个候选所讲的话 不仅仅影响国人 国际社会也在看 会影响到国家 每一次接受专访 谈到我他一定提这个事情 不像是开玩笑 反而是用错误的讯息 造成社会对我的误解 尤其是说我登门拜访 请他支持深奥的火力发电厂 甚至于他说后来没有兴建 他气到想要摔电视 这个哪里是在开玩笑 他是用错误的讯息 编造的故事 质疑我的诚信 来塑造自己的正义感 完全都不是事实 我的确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有跟他提到 深奥火力发电厂 是超超临界的发电 我是跟他说明这个事实 请他不要反对 很可惜 他自己自编自导自言 演成自己是一个正义的人士 好像我是没有诚信一样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不应该如此 好中间新闻的庙口开讲 昨天到台南 那新党的桃园市的立委参选 游志斌呢 就痛批赖清德根本没能力 因为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登革热死亡人数 一百一十二人创世界纪录 登革热死了一百一十二位的乡亲 赖清德当台南市长 结果那一年我们台南的乡亲 因为登革热死了一百一十二位的乡亲 各位啊 赖清德是创下全世界单一行政区 死最多的人 这样的市长及格吗 不及格 我再举一个数字给大家看 印度大家说印度比我们台湾进步 还是比我们台湾就好了 印度应该环境不是很好吧 印度有十四亿的人口 结果印度因为登革热死多少人 你们知道吗 多少 七十八个人 比我们还少 我们台南两百多万的人口 我们死一百一十二位乡亲 你说这个乡亲爹 有认真在管我们的台南吗 没有啊 所以我给乡亲报告 这个赖清德连蚊子都管不好 他有资格管理我们的国家吗 没有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最近赖清德啊 到处去大学演讲一直被呛声有没有 他前阵子去中山大学 人家学生问他说 你对民进党的贪腐有什么看法 结果赖清德他不知道民进党有贪腐耶 对 民进党那么恶劣的贪腐 赖清德不知道耶 装作不知道 赖清德是假装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啊 嗯 我跟各位相亲报告 赖清德如果假装不知道 代表这个人有良心吗 如果赖清德真的不知道 就代表他更加没有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国家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总统大选啊 我跟各位相亲来报告啊 我不管你们投给谁啦 就是不要投给赖清德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特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考虑 请不考虑 订阅 次回来 给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